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吳宗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幾個迷思 我的影片都是跟創意有關 所以各位看的時候請跟創意聯繫 雖然有的時候會講音樂,有的時候要講美術,有的時候要講電影,有的時候要講雕塑 各種各門藝術,甚至於工業技術 都是跟創意有關,還有歷史文史都是這樣 我今天先亮一個這個東西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一看這個東西好像古色古香的 這個夾子裡面不知道裝什麼東西 因為人要易裝,活要精裝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精美的夾子裝 這裡面有一個這個東西 今天的主角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各位看起來有兩個主管,夫妻眼的主管 這個東西我是眾裡尋陶千百度 一直沒辦法得手 因為我很早以前從第一次知道這個東西之後 我一直想得到,但是一直得不到 因為等一下我再講這個,這就是禁忌 一種禁忌,民族的禁忌 這個東西叫做雙管排笛 是台灣的排灣族,排灣族的特有樂器 台灣的16個族現在有將近要到18個族要認證 已經認證的有16個族 其中只有排灣族有用這個,其他的族沒有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各個原住民,少數民族 他們的來源其實都是很分散 並不是統一一個來源 我們今天言歸正傳 為什麼說我眾裡尋陶千百度 一直沒辦法得到這個呢? 是因為這個樂器,是排灣族的貴族 也就是酋長,這些長老,這些貴族 他們才可以使用 其他人,一般的原住民是無法使用 各種族群都無法使用 而吹這個東西的時候,只有兩種情形會吹 第一個就是洗,就是豐收,豐收的時候偶爾會吹這個 另外一個是喪死,就是有人去世 懷念遠方的親人的時候,他會吹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它不是用嘴巴吹的,它是用鼻子吹的 這個有點久久沒吹,而且最近有點霉 我沒有情形圖示 所以我只有示範一下,它就是這樣 我今天要講的這個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這兩個主管 有一個只能發出單一的音 因為雙管樂器都是這樣 因為它沒有孔,沒有直孔 另外一個是它有三個孔 所以這個樂器本身的音域非常的窄 非常的窄 你不管是用緩吹,頻吹,超吹,急吹 它就是那麼幾個音而已 所以它表現力是非常低的 但是因為它發出來的音 如果你要吹的時候 要吹消的那種反和的氣來吹 然後你這個吹的時候 它會發出一些很優遠的聲音 那個聲音有一點就是容易激起人家的哀思 通常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只有貴族能吹,求掌 那我剛才講過說 我之所以很難得到就是因為 台灣在這個 介紹這個樂器的 可以說簡單講可以只有一本書 這本書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指導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發行 當時是籌備處 這本書 是胡台利教授 他編的 非常之 還有附CD 裡面還有附兩片CD 這個書不容易買 而且也蠻不便宜 但它裡面講得很 很詳細 講了這個排迪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 從一開始它叫排迪可能就是錯誤的 應該應該以那個分類來講 它應該叫削 排削 因為它兩支所以叫排削 那如果是單支的話 要把一個鼻孔用棉花或衛生紙 塞起來 塞起來之後用一個鼻子來吹 這也可以吹 這個時候就是削 就是一個 就不叫排迪 就叫做鼻迪 用鼻子吹的鼻迪 各位那橫的迪子也可以用鼻子吹 如果你有經驗的話 技術好的人可以把一個鼻子 遮到這個 用主管遮住 然後另外一個來吹 技術稍差一點 塞棉花 這個情形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這樣吹的 所以 你要塞棉花 不塞棉花的話 另外一個鼻子 鼻孔就會出氣 OK 剛剛講到說為什麼難得 就是因為 台灣整個就是這一本書 來講這個排彎竹的 專門這本書叫做 《排彎竹的鼻迪與口迪》 口迪就不用介紹 那個所有名字都有 也就是所謂木童迪的那種 哨迪 這個沒什麼 這真的有很多 很多那些 有一些上面的一些 吹排迪的這些老師傅都去世 當然我是上窮畢樂下黃泉 因為我喜歡一個東西我就會去 那因為排彎竹它的那個分布地方是在屏東 我有一個姻親是排彎竹的 在賽嘉 賽嘉的人我就問他說會不會去 他說不會 他說這個貴族才能吹的 貴族才能吹 今天的主題就是貴族才能吹的樂器 這上面有很多 那剛才講的那個胡台利女士 在這本 這個是2004年的 2004年December的這個屏東文獻裡面 他也有一篇文章是在介紹這個 其實內容跟那個也是一樣的 只是多了他那個 裡面採用的圖片 然後還有文字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追蹤的民族學者的調查 而胡台利本身可能不太懂音樂 那其實那個 我自己因為喜歡保安樂器 所以我特別想盡辦法 因為我不是 第一個我不是排彎族的 第二個我更不是貴族 所以我很難接受到這個藉業器 雖然現在那個政府鼓勵說 那個各個民族保留他自己的傳統文化 所以排彎族他有一個傳承活動 但是他教的還是排彎族的小朋友 從小學開始 小學和國中 來教 用那些老人來教這個年輕的人 來希望這個樂器不要失傳 各位 我其實我個人 對這個 我今天這樣講的是創意 不是講這個樂器 為什麼說他的這東西會這麼難傳呢 不是失傳而是難傳 是因為他只傳給貴族 屬於貴族 那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要鼻子吹呢 根據這個台灣原住民 排彎族的人 那個祈老說 因為要禁神 因為他的音樂是要通天 跟神交通的 就像我們演習抽繩 類似那個意思 音樂是要跟神通的 所以他要很尊敬 不能用嘴巴 嘴巴是吃東西的 重點來了 吃東西的 嘴巴是吃東西的 所以可能會很髒 所以要用鼻子 鼻子是呼吸的 因為一口氣不來便是往生 佛教說的 所以鼻子鼻 這個呼吸是非常重要的 是生命的現象 等等等 講的都非常高大上 讓人覺得說 哇這個樂器實在是神聖的 不可侵犯 但是各位玩樂器的人都知道 所有的東西 樂器跟工具都要卸完 卸完 永遠記住吳宗誠講的 卸完卸完 東西不卸完就不會熟練 如果你把東西供在那個神坦 神坦上 就像佛經一樣 共產隊你一輩子都不讀 或者是文盲的話 那個佛經對你一點功能都沒有 同樣樂器也是這樣 然後我們剛剛講說 貴族嘛 結果後來我看了一個 大概是Discovery 還是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之類的影片 其中有一次有介紹一個 是外國人去採訪的 外國人類學家到菲律賓 是不是明達納爾島 我不知道 忘記了 記不記得很清楚 因為我只要記他的主要內容 他就採訪到當地的人 有一個大概三四十歲的一個原住民 當地的原住民 他在介紹他的文化的時候 他說這地方有一種很特殊的東西 叫做鼻笛 這是烤乾過的 實際上還有火烤的痕跡 那那邊的原住民 他們很多人都會吹鼻笛 吹這個東西 然後他們 當人類學家訪問他們的時候 說你們吹這個的時候 是什麼時機在吹的 他說 只要聚會 只要快樂 我們就吹 誰都可以吹 不限於貴族 更不限於酋長 什麼人都可以吹 打破一個禁忌 第二個 他說你們吹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用鼻子 不用嘴巴吹 他說我們在聚會的時候 都有吃喝 要吃喝的時候 嘴巴都有食物 你突然性質一來抓起這個笛子 就用鼻子吹 因為嘴巴同時可以阻絕食物 注意 大不敬 對神大不敬 他說這個東西跟神沒什麼關係 就是快樂 就是make fun 就是尋求快樂 所以同樣的 是一個同樣的一件樂器 在不同的地域 它的對待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而那種禁忌只會讓人裹足不前 就像我想要得到這個樂器 等了二、三十年都等不到 後來終於等到 用高價收買了 多高價我就不講 因為這個東西 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種被限制的 在台灣是被限制的 其實你是龐灣族的人 你才有機會接觸這個 如果你不是龐灣族的人 與此無緣 可是你到菲律賓那個小島裡面 菲律賓跟印尼一樣 也有上千個島 你到那個小島的原住民 他們拿這個東西是助性用的 而且他用的是輕的竹子 也就是他現場到現場去砍 竹子在撕的時候很容易加工 隨便拿刀子一砍就好 然後削一下 然後用那個刀子 因為那個竹子是輕的 很軟 那刀子稍微一腳就兩個洞 當然他們是 我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不是用雙管 他是用單管 用鼻子 他用一個樹的一個種子 塞在鼻孔裡面 就像那個桂圓的核一樣 龍眼的核一樣 塞了一個鼻孔 然後他就吹 當然就吹 吹完之後 他說我們平常這個 因為這個是綠色的 還是輕的狀態 沒有殺經過的那個竹子 他說吹完之後 然後就把他毀了 丟了 當垃圾一樣丟了 像我這個東西是用高價買的 收購而得 因為經過輾轉很多關卡 因為剛剛講過 在台灣的爬灣族 只有貴族酋長 這種家族的人 才能夠使用這個 一般的族人是不能使用的 可是在那個地方 是這樣使用的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禁忌這個東西 往往就像 我曾經舉過那個 狼桃的故事 狼桃就是現在的番茄 是美國的輸出農產品 第二大類 第一大類的黃豆 第二大類就是 potato 就是番茄 番茄以前在英國是一個禁果 是不能吃的 他們認為那個有毒 那同樣的 這個也是一個禁忌 所有的禁忌 就是人類自己編出來的故事 就像神乃人造 果族不前 讓自己不能夠往前面進步 所以禁忌是應該打破的 各位我認為說 重點 重點來了 就是如果喜歡樂器的人 應該是去摸索 摸索之後 是不是把音域增加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技巧怎麼樣 各方面 而我們不是說 每次介紹這個東西都是非常神秘 非常的高貴 非常的等等 那些都是被禁忌 所以果族不前 各位 最後 我因為喜歡音樂 所以 好像這也是一個原住民 原住民介紹 我對原住民的音樂 特別有興趣 音樂舞蹈 特別有興趣 因為他們的音樂 非常有意思 除了台灣原住民以外 我們還去國外 去國外旅遊的時候 這是我的手稿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上面有很多的排笛 排銷 各種排銷 很特殊的排銷 都在這上面 這是我手繪的 還有楚歌 用那個木杵 用那個類似很巨大的木魚 敲打這種聲音 這種各種少數民族都有 各種原住民都有 包括非洲 新幾內 澳洲 全世界的 都有這些類似的東西 只要我去那邊玩彩蜂 這就是我的彩蜂 用手繪的 當場把它畫起來 然後將來有 有朝一日 有遇到我這些 有這些材料 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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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等等的時候 我就會DIY 親自動手做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一則就是 打破競技才能往前邁步 相信科學 相信技術 謝謝